他就想长线收息 想比较两只股份 就是恒生11号 和中仁香港2388 他说哪只比较好 和收息比较稳定 还问买入价和指舍价 他说因为他都怕会赚息 但是舍价 很容易出现这一个情况 其实如果这两只股份来说 都是一些走势向弱的股份 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赚息涉价的情况 如果看现价来说 恒生有三厘 中仁香港有五厘左右 走势比较差 我想你选这两只股份 真的有一个赚息涉价的风险 首先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收息的话 你这行投资是想以收息为目标 其实债券会比较好 因为债券才是一个收息投资产品的工具 大家会有时候选收息股 很容易出现这些情况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选收息股 我想如果你在港股里面 都可以去讲一下有什么比较 我觉得可取一些的收息股 比如是房拓、Risk 会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如果现在来说 可以看看778支付产业信托 但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 喜好收息股的人 但投资者都可以考虑 我比较追求高增长多一点 如果你说要选择 譬如支付产业信托 778现在 它会是比起其他的一些 因为很多本地的Risk 或者海外都有 它主要是做民生的商场为主 很多其实是长实旗下的一些盘 这些就会比较 少受一个经济环境影响的相对相 因为其实它本身 长实的盘没有很大力去发展 因为有一些商场 譬如它可能主力是做一些 做明电的、做游客生意的 这些就会比较受这一方面的影响多一点 而778它这一类型会比较稳定 做民生为主的一个防托 约6厘左右 即是个式的老板 另外还有另一个板块 大家会少用来收息的 但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就是水泥板块 水泥板块 我想是我在港股里面 都比较看好的一个板块 因为其实都不容易选择 其实在港股里面选择起来的时候 水泥它中间因为始终都是周期股 那会有一个波动 但是你看到它们上上落落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的 因为你觉得收息股价最重要是稳定 但其实就算你买个支付产业信托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波动在 还有看回公司本身的增长 水泥业很多时候 这两年其实比较差 Vivian 你给了 譬如914是否都是你心水之一 914是否我认为了一个图 大家误会了 914除了313 其实这两年我觉得都是可取的 当然这一期的走势其实是好的 走势好的时候它冲得很劲 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 今天就不算升得太厉害 所以升了一点 但是升了好一阵 是的 你等会不会稍微落下一点 才再去买入